高端大动作宣布与韩国合作的 四架流感疫苗 通过食药署查验认证 有机会赶上三月底的 公费流感疫苗15亿的投标案 兰尾质疑高端1月营收挂零 为何能满血复活 加入15亿的流感疫苗市场 难道是政府在护航 这整家公司 一个月的营收 只有100万 到今年1月变成零 是一家 他要死掉的公司 而且他全部是靠我们政府来采购 我们是看疫苗是不是成功 不是看这家公司是否成功 过去高端因为炒股被检掉调查 董事长下台 蓝军炮轰全世界不认同的高端 根本不该参与竞标案 应该把高端列为黑名单 依照采购法相关的规定去做处理 卫福部说让高端参与竞标 是因为这个理由 炒股等等这些 这是一件事情 那目前检掉在做调查 我们看的是 它的疫苗到底是否安全有效 所以你现在又挂保证 高端的流感疫苗 是安全有效的吗 如果能够通过 医药署的检验等等这一些的程序 那当然它就是安全有效 网友听了大酸哈哈 又是民进党说有效就有效 像高端新冠疫苗一样有效 总统要带头打高端流感疫苗吗 不知道他这个流感到底有没有效 全世界有哪一家公司的疫苗 只做到二期的其中 就可以罚给他EUA的 世界上有这样子护航一个特别的公司吗 有陈俊仁院长的护航 我相信高端接下来更可以横行无阻 高端新冠疫苗爆出空前争议 唯一的买主就是蔡政府 采购黑箱至今还解不了命 民众纳闷到底为什么 不管他有没有效 都能在台湾横行无阻 记者是邱林佩杰 村区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